刚刚两个出场的都叫张健 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叫王健 哎呀 今天我们跟健干上了是吗 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不叫张健了 但是他这个介绍太复杂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他在孩子们的眼中 他是警察 他在医生的眼中 他是军人 在军人的眼中 他是医生 他到底是干啥的呀 这年头流行跨界 但没有跨这么多 跨好几圈了是吧 对啊 据我所知 这还没有完全介绍完 但最重要的是 他最希望的是 在姑娘们的眼中 他是帅哥 这不是超人吗 超人啊 来 掌声有请 这位帅哥有请 全程少年 这位帅哥有请 我叫刘斌 来自吉林长孙 我的爱情宣传是 空军长征 两万五千里 兵哥 八年抗战 只为等到你 这个刚才介绍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 对这个职业特别奇怪呀 这个职业你是现在介绍呢 还是等会短片的介绍呢 那我们看短片吧 看短片介绍 等一下燕子姐 上场灭的是 16号 文思的灯 我问一下小伙 你为啥把我灯灭了 你这可能太温柔了吧 因为温柔 你就把我灯灭了 那台下的观众 哪一个不喜欢温柔的 太温柔这块不得意 不是 我可喜欢冰哥哥了 我超级无敌喜欢 文思 你怎么就知道 他是冰哥哥 你从哪一点看出来了 因为我看到他这样 敬礼 他敬得标不标准 标不标准 还行 你是不喜欢温柔性的姑娘是吗 太温柔太矫情了 这块也接受不了 这是一个硬汉 我想说一句话 7号 素素 这回你们大伙看看 我的那个啥春天要来了 因为来了一个 比我还能赖一点 太温柔了 给我放那个小花朵 把王哥拔花钱特效给我放上 不是 素素 谁跟你说温柔就是赖极了 温柔是温柔 赖极是赖极 温柔是温柔 赖极是赖极 来 待会儿说说 我俩谁赖极 你说他俩谁赖极 以前的时候7号鸭蛋比较赖极 现在我今天上来了 我没灭错就行了 给你最高里边不是军人的 温柔员老师的 大拇指 你双极666 对 哈哈哈哈 哎呀 我的喜八两八两 哎呀 他达成共识 有不喜欢的也有喜欢的啊 你放心吧 来 十六个姑娘 选一中人 哈哈哈哈哈哈 又是有故事的人 没事 没事 这个选择怎么感觉这么复杂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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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他先 他没有写数字 他先写了一个特点 我就在琢磨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啊 后来我就是这 我就揭晓了啊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啊 来 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小伙 究竟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啊 这个工作真是充满了悬疑啊 来看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萍 今年29岁 来自吉林双阳 别人看我第一眼 不像什么好人的 就那天晚上我开第一 拉一个女家 他拿出手机一顿拍啊 拍我车号又拍我脸的 他就跟他家人说 说我做的就是这个 这个男生的车 然后我就感觉挺尴尬的 你说我长得像坏人吗 你照我干嘛呀 我这给我家人干嘛 你发视频干嘛呀 保住安全啊 你信不着我 你还坐我车 下来得了 花钱了 花钱给你拿回去 下来也不拉了 然后我就没拉到 我认为我自己 也应该没那么可怕吧 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是 双人的孙洪雷呀 我的工作呢 是一名校区专员 就是孩子们眼中的警察 校警 但是呢 他的工作跟一般的保安部一样 我们是政府的公益港 我一月的工作就十天班 我的工作是一月两千左右 但是这两千块钱 养家户口也是问题啊 所以说后来我又跟我哥 一起做了二手车生意 我是一名退武兵 我当兵八年 我是载部队的一名卫生员 这些都是我在部队得到的荣誉 优势兵 共产党员 载部队期间 我们当的兵 跟大家认为的兵种还不一样 别的部队都打打杀杀的 而我呢不一样 是空军后勤部队的一名卫生员 这次参加全城日恋这个节目 也是带着奶奶的遗愿来的 奶奶生前活着就有这个心愿 让我上全城日恋 如果这次牵手不成功 我就在台上站到底当战神 如果牵手了成功了第一件事 下台我们就结婚 12号 言路 五月天山雪 无花时有寒 曲终闻者柳 春色未曾堪 小战随今午 消敏报一安 愿将腰下见 职位贾楼兰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 军人这个职业 应该是我最崇敬的一个职业 军人这种职业真的非常崇高 非常高尚 那你对这位兵哥哥的感觉怎么样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职业 但是我觉得你太凶了 讲得有点太凶了 你觉得长得有点凶是吗 有人这么说过你吗 有很多啊 第一次接受的人都会这么准 就是你看那个开滴滴 拉的那个姑娘 还没等还没等开 我觉得你还没等走呢 就开始一咔咔一顿给你拍照是吗 其实我是感觉我自己说 长相说可能挺丑的 但是我感觉自己 我是个好人呢 我也不能说开网易车 我就干不安全的事 这模样真是老天给爸妈给的 真没法选 自己现在没法选 那么不会还好 我们就先说他 还是要不可以 要不可以 但我们不可以